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乔恩因古载太忙心生不满 而古天乐友人透露他非常爱陈乔恩 甚至表明把他当结婚对象 但每次被媒体问到都没有交代下文 林志玲 1974年的林志玲男人缘应该顺势不错的 但是在他自己看来很多男人不敢接近于他 用志玲自己的话说 我觉得还是希望等到缘分到来 而不会是逼着自己说我要结婚 我要生孩子 我要赶快找一个人 肖强 1968年生人 以前是台湾第一美女 她的粉纹对象从文艺界到政商界无一不足 只可惜错过大号黄金婚礼后 如今的肖强坚持把事业拔在第一位 对她来说 找婆家或许真的是一个难题 女神张班宇是哪年的 1964年 你没看错 要说在娱乐圈的价值和贡献 无人能与其比肩 而在情感方面堪称越人无数 绯闻男友有尔东升 杨超伟等大牌明星 还有国外的富商 07年她为了爱情于德籍建筑师男友在北京地区 并且诞出演艺圈 自足又能凸显气质的柳月眉已经罢评这件事早就不陌生了 因为之前偏爱上杨界眉 让她看起来像模仿妮妮 且五官被显称的变评 欢迎柳月眉后 甜美的少女感瞬间回来了 恋情后的唐嫣终于抛弃了蜡笔小心时的粗眉 轻盈的柳月眉让她看起来更有女神范儿